字幕志愿者 李嘉超 表示 取缔劣质汤房后 不会减少对汤房户的扶贫力度 又称暂时见不到 心而有用的平臭线计算方法 用来良度扶贫成效 施政报告提出 要求汤房要符合若干标准 才算合规 以取缔劣质的一类 预料立法连同业主登记 及改装单位虚实至少三年 行政长官李嘉超 在本台节目讲清讲处说 届时都不会减少 对汤房户的扶贫支援 不减力度 汤房户的年轻人 是我们的未来 所以就不只是帮汤房户 是帮助住户里面的年轻人的成长 除了汤房户 金介政府也针对单亲及长者户 做精准扶贫 社福界有意见 一直要求重设贫穷献 良度成效 政府曾说会改良计算方式 以反映实况 目标年底至明年初公布 会否如期做呢 另一项房屋措施是居屋的绿摆表比例 由四六比改为五五比 原因是将收紧公屋付户政策 要预留单位供他们购买 不过过去两年绿表都有盛名额 此举会否令摆表竞争更激烈 最终推摆表申请者去买四楼托市呢 至于放宽物业按揭乘书上线后 有四楼新盘开架升大约一成 会否令人更难上车呢 李家超强调最重要楼市健康发展 那是否认为现在的楼价都能健康负担呢 他强调必要时可再管控 无线电视记者刘月琪报道 动植物公园再有一只猴子死亡 是之前未有公布正接受隔离观察的松鼠猴 当局解释动物隔离属正常医疗程序 又指园内其他的动物情况正常 当局周六晚上公布 那只松鼠猴周三开始反应异常 接受隔离观察 到周六死亡 需要解剖 确定死因是否同样死于感染类鼻居 引致的败血病 目前还有一只同日发现异常的松鼠猴 以及一只在上周日开始隔离的白臂常尾猴 仍接受隔离观察和药物治疗 但当局周五见记者的时候 未交代有松鼠猴异常 文体旅局局长杨润雄这样回应 一直以来一些动物去隔离都是一个正常的情况 也有时候有些不舒服的 可能他们都会去有一些不同的医疗程序去做 同一天里面有八只猴子过身 都是一个挺特别的情况 所以我们会就这个情况 特别向大家宣布 其他还是在园区里面 七十几只动物 其实都没有再见到 有任何异常的情况出现 当然还有两只在旁边 我们都会小心照顾 我们都知道他们的情况都会反复 他又说在有猴子死亡后 相关部门在开会以及到场视察 认为目前应对措施足够 无线电视记者冯庆辉报道 本港今年至今录得三十二宗 儿童感染流感的重症或死亡个案 专家呼吁家长尽快带儿童接种疫苗 香港幼儿教育人员协会在记者会上 几场安排小朋友接种喷鼻式流感疫苗 根据卫生署统计 今年初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数字 较去年增加两成 港大医学院明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认为 仍需推高儿童流感疫苗接种率 指儿童、长者、孕妇、长期病患人士 都属流感高危感染群组 呼吁尽快接种疫苗 印尼雅加达举行总统就职典礼 普拉伯沃宣誓就任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祝贺 称中国和印尼是传统友好邻邦 明年是两国建交七十五周年 将为推进双边合作提供新契机 副主席韩正就强调中方愿同印尼 深化全方位战略协作 73岁的普拉伯伯早上在雅加达 正式宣誓为印尼第八任总统 接替指正十年的左科威多多 左科威多多长自吉布兰 宣誓就任副总统 超过四十个国家领袖及代表官员在场 包括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韩正 马来西亚首相安华 新加坡总理黄旋才 还有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就任文件交接后 台下有官员不断高呼拍手 庆祝新任政府总统正式上任 普拉伯伯曾任印尼防长 他四月在北京与习近平会谈期间 提到新政府愿意延续对华友好政策 恪守一个中国政策 在普拉伯伯就职前一天 韩正与即将卸任总统的左科威多多 在雅加达会面 韩正称中方愿同印尼深化全方位战略协作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运营好雅万高铁等重大合作项目 左科威多多则称 相信印尼在新政府领导下 两国关系将不断迈上新台阶 无线电视记者李派禄报道 美国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曾经以卫生恶劣治安差而闻名 近年成功改造成为景点 吸引游客之余 也有不少华裔和华人回流 纽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仿如上世纪的香港 每天吸引不少人来参观 纽约有三个唐人街 曼哈顿这里历史最悠久 百多年前已经有不少华人 尤其广东人聚居 今天的游客区往日臭名远播 四处垃圾老鼠横行 这里曾被形容为纽约最肮脏的地方 加上知安差 黑帮混杂 吓怕不少人 当地约十年前成立华步商业改进区 清洁街道美化市容 加强公共安全 成功改造唐人街 又举办不同类型活动 希望传扬中国文化 我很不同意人家说唐人街 只能够给唐人 因为是致命商来的 能够养到这么多餐馆 你一定要打开自己 大家开始重视唐人街 知道这个地方值得保留 值得復兴 带游客来那些团 那些guided tour增加了三倍 陈文健 老景城 都在曼哈顿唐人街长大 与不少美国华裔年轻人一样 不满唐人街环境杂乱 想改善生活条件 在外面闯荡了数年 但经常想念唐人街的人情味 这里大家都说广东话 在这个环境里 我觉得都有种安全感 两个月前他们回流 开设一间有广东特色 融合传统与创新的茶饮店 回来唐人街有很多归属感 希望带动这个唐人街 唐人街开始 就是继续可以走下去了 我希望之后唐人街 是越来越年轻 可以传统下去了 就是可以将一些年轻的想法 带回到这里 鲁班工坊是由中国打造的国际职业教育品牌 2016年至今在多个国家建立近30个工坊 而塔吉克的工坊是中亚首个 有老师和学生指中国仪器有助他们加快测量规划 对未处地震带多山脉的塔吉克特别有用 叶子华去杜上别看过 这是塔吉克技术大学的鲁班工坊 这天下午 一群塔吉克大学生 透过四项跟天津城市建设管理 职业技术学院的导师上课 大学老师也有旁听 两校共建的学科 包括城市热能应用技术 当初为塔吉克选择管道技术时 天津的导师已经因地质疑 考虑日后连接清洁能源设备的需要 所以在鲁班工坊设立绿色能源实讯中心 针对塔吉克未处地震带 九城市山 地质勘探的需求大 工坊也设有智慧测绘实讯中心 让工程测量科的老师和学生 学习使用中国的仪器 第二个事件 您的事情是 我们的一项 这一项 我们有一项 我们的一项 会发生了 我们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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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非常喜欢 这一项 很厉害 我们需要说 早前一项 鲁奔工坊是天津市职业教育品牌 目标是走出国际 培养合作国家熟悉中国技术的人才 自2016年在泰国设立首个工坊 亚非欧三大洲已经有25个国家 建立近30个鲁班工坊 中亚首个鲁班工坊就设在塔吉克 占地1138平方米 前年11月投入运作 有份促成这个项目的公司希望 鲁班工坊可以带动塔吉克的经济发展 我们也算是在一带一路的项目框架内 所以就是希望在这边在塔吉克斯坦就是发展给我们技术方面的一些推动我们的技术 人才的培养 而且这样子的会增加我们的生产产业 公司又说未来会按市场需求加入不同的专业 比方说是汉奸 培育不同人才 服务社会 无线电视记者 叶子华在塔吉克杜上别报道 内地中东部地区受冷空气影响迎来雨雪大风降温天气 华北多地最高温降至十度上下 全国多地气温创下历秋以来新低 山西太原最高温从几天前的二十度下降到六度 而山西大部分地区最低温均下降到零度以下 青海果落州多地周五凌晨开始降雪 交通已斗受影响 新疆多地出现降雪降温大风天气最低降至零下二度 而本港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干燥 明早最低约二十六度 时期最高约三十一度 新界在高一两度吹和缓制清景偏东风 目前期望二十九度相对十度百分之六十七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 空气制作健康风险一般监测站地址中 路边监测站中 階外线指数二强度是低 新闻报道完 感谢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